为什么那些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的人 无功也无过 地位却最稳固呢 而有的人做得非常棒 却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呢 甚至稍微一点疏忽啊 就会遭到上司的责骂 其中究竟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究其原因啊 就是人情世故了 十句话 有九句话说的对 未必有人称赞 但是有一句话没说对 对你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十个正确抵不了一个错误 所以人情世故 我恋打的人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呢不该说 做人做事呢 总是恰到好处 每天懂一点人情世故 这本书中啊提到 处事不必邀功 无过便是功 与人不求感恩 无怨便是德 做到了无过无怨 你就能够稳坐钓鱼台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 当你学会了人情世故 你的人生呢 就等于是踏上了快车道 这本书中讲述了很多 人情世故的案例和技巧 让你在职场啊 情场 家庭和生活中 畅讨 就等于是踏上了快车道 就等于是踏上了快车道